哈囉 小老師 今天又來運動喔 對啊 我跑來運動 因為雖然現在開始在打選戰 可是身體還是很重要 保養 鍛鍊身體很重要 所以我還是要追蹤來健身 OK 那那個 小老師今天要跟我們講什麼議題呢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事情是 韓國瑜請假 就是 韓國瑜好不容易選到高老師市長嘛 然後結果他為了想要選更大的位子 那市長的部分他就是請假參選這樣 那我們都開玩笑說他現在在開始放還假 因為他姓韓 那這件事情不對 四年前那個朱立倫在選總統的時候 夏爾潭也跑去西北市政府抗議 抗議是什麼 抗議朱立倫不應該待職參選 他要選總統的話他應該先辭掉市長 那同樣的韓國瑜這件事情 我也非常反對 我也覺得他如果要去選總統 應該先辭掉市長 這理由是什麼呢 這理由是你今天選上這個職務啊 我講的不是道德的那個 你要做完對選民的這個承諾 而是你選上這個職務 那國家發薪水給你對不對 那國家發薪水給你 你自己的職務沒有好好做好 你高雄市市長其實沒有做好 然後你還拿著國家的薪水 然後你在做你個人的進行活動 那這對其他沒有公職的人 來講不公平 所以站在公平的立場 我反對待職參選 任何形式的待職參選 我都反對 包括韓國瑜這個 就是非常不好 非常惡劣的一個行為 韓國瑜應該 辭掉高雄市市長 專心的來選這個總統 那講到這個待職參選 蕭老師你的選區 這一次在北投的天母 那好像你的競爭對手啊 也是在職參選是嗎 對 你講到重要的問題 就是亞談這次參選北投天母 那主要的對手 國民黨的候選人 他叫做汪志斌 幫他打一下制度 他叫做汪志斌 他是現任的市議員 那他就是我反對的 待職參選的這種對象 為什麼 你西元不好好當 然後你在搞你個人的競爭活動 OK 那我不相信 一個人每天都只有24小時 你花了心思在搞你的競爭活動 你怎麼可能把西元做好 那結果大家還要付錢給你 然後付錢給你 結果你在搞你個人的競爭活動 那這對我來講 怎麼會公平 我沒有公職啊 我是拿著國家薪水 在搞你個人競爭活動 我在選舉 我是用自己的錢 這一點都不公平 所以你應該辭掉 汪志斌 你應該辭掉西元 然後來跟我競爭立委